我辽宁省府人士,我叫张虎仰 我母亲为我诉求,我被政府打上中场 打完中场之后,到现在没有给我解决 我母亲看我三年在北京,到北京也来到北京来寻找我 我母亲在上去信华门被警察给送到九星庄 到了九星庄,我们那个人员租金马 给我妈送到他们租金马六楼,六零三 陈冠宇,王红莉,还有姓牛 姓牛的打着我妈,一拳给我妈,脸上就给打警了 说你在上访告状,就打死你 不但打死你,还有你儿子,你孙子,全给他打死 他说什么呢,这个是政府令 我们那个市长和那个市委书记刘强 辽宁省府人市,市委书记刘强说了 对,像你们这样的老年也就应该执行专政,很打 跟我妈说的是党中养的命令 跟我妈讲,我妈回来跟我销了 说的,他们拿了被子,我喊救命 他们就拿被子,给我脸上,我头部全都蒙上 蒙了好几下,我妈也拼命的跟他们似吧 和他们的窗户粮,也让我妈给撞坏了 我妈就是憋的,差一点憋死过去 我妈身上多数受伤 现在我们已经把人给抓到报案了 通过当北京警察,也抓到人了 警察现在把人也给放了 我妈也印出来打他的人 姓牛的,朱经办姓牛的 警察拿了相片,要我妈印 这里谁谁谁,拿了十张相片 我妈两次变印,都印出来了 谁打的他 但是现在警察又把人给放了 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母亲现在还在背景 身体现在很喜乐 恶心迷糊 头脑也做了吸体 并且现在要做伤检 现在事实还没做 手续病治,都吸着洗 就是我就说 那个朱经办,政府官员 他怎么能下去手,打一个老年员 他那手他怎么能动起来 老题上说呢,关案老年员 这老年怎么就关案的 对,我们也被政府给打了 肚长,散劫,破裂 最长的是12厘米长的 是属于重伤 我还是在公安局门口有两个降空录像 两个降空录像 都有,盼头 我被打的经过,政府打我的时候 政府全都看清楚了,降空录像的都有 五个人打我 为什么就不 不处于他们这个违法的犯罪行为 还是给他们都会放掉了 这就马上就到世界英权日了 我母亲老左要去信花门 我去信花门说 被那个警察政府给打上吗 我问问为什么要打我 我上访来为什么要打我 我妈呀 我的母亲七十七了 过年就七十八了 说吗 我赶上那个世界 就是英权日 我说还得要去一趟 去一趟 就要讲那点 为什么要打我 我犯是哪条法了 我没有违法 为什么要来社会事啊 我什么法案没犯 为什么就打我 打我这么大手里 我母亲要去 这两天也要想去 我就是像他们 懒懒一样去 我母亲说 打四号世界英权日 我一定要去